系纸社后地区下大雨容易积淹水 市议员白佩如建议是做一条水路 把水引导到金龙抽水站 图观天下有限电视提供分享 系纸社后地区下大雨容易积淹水 如何让康宁街这一侧的台水 能够顺畅地穿越过高速公路 今六日上午市议员白佩如 就再度邀请相关单位人员进行讨论 希望同新路要穿越高速公路的同时 也将排水问题纳进去 另外增一条水路 把水引导到金龙抽水站 针对社后地区康宁街中新路一带 每逢好大雨就会积淹水的问题 前前后后已经会看好几次 主要是因为康宁街这一侧的排水 现在全接到这里 市议员白佩如就指出 因为当初高工区设计不当 现在高层落差 经常排水箱含只剩一半 难怪水排不出去 基因水成灾如何解决 也请相关单位进行讨论 市议员白佩如表示 首先就是将省沙池的地方增设马达 另外就是中心路寒洞口的北风抽水站 在明年防训期前 要将老急剧都换新 但难度最高的还是康宁街这一头的排水 希望同心路要穿越高速公路的同时 能够将排水考量进去 但不要再和目前的同心路一样 再走福德二路的大排 怕本来就很塞的排水 没办法附和 避免墙水路 市议员白佩如提议 在康宁街这一头不必要 再穿越寒洞 可以沿着一旁的增沟排到康宁街通福德 一路联络到旁的金龙抽水站 而接下来会与新公处协调 希望在接下来的同心路贯穿高速公路通康宁街的同时 也能一并输解大事后地区长期以来的水患问题